轉角的這棟鐵皮建築怎麼看怎麼怪 因為它的柱子直接佇立在人行道上 走都沒辦法走 走到這裡 都要走出去外面 對啊 所以你現在你覺得可以把柱子 蓋在人行道上嗎 那是人行道不是它的土壁 人行道走不了 導致人車征道 顯像還生 這棟樓就蓋在高雄科公館附近 無主力用柱子當支撐 使用鐵皮向上延伸蓋起了二樓 有一處空間還外推 直接在人行道的上方蓋起了平臺 看到種種離譜行徑 讓民眾只搖頭 不過屋主有話要說 拿出一疊文件 表示自己有向國產署租地 未來計畫要用來當倉庫 更強調已經使用者付費 而且一切都符合相關規定 雖然屋主有承租 但在國有土地的人行道上插住確實已是違法 現在相關單位會進度要求拆除 但國產署為善盡地主義務及時阻止恐怕也難逃 相關責任 而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華氏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華氏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最新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 圖案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